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是这就要说说大陆了 我觉得我身上有某种大陆人典型的性格 就是什么呢 只看眼前 不管以后 就我们心急的时候 我们曾经认为明天共产主义就实现 但是呢我们不着急的时候 我们觉得70年那是不用管他遥远的事情 但是最近有一个信号 让我觉得我们曾经以为可以甩到脑后的事情 就要来了 温州现在国土资源部已经派了调查组 到那去调查个什么问题了 就是咱们迟迟不愿意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土地使用权 所谓你买房子 你那个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的年限 大概有40年 有50年 有60年 有70年 那么温州有一个房子 它的这个土地权20年要到期了 到期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因为咱就说这个案例啊 你决定了它是给国家交钱呢 还是自动续租呢 还是什么呢 于是这就成了一个 哎呀 众方多方关注的一个一个焦点的新闻了 徐老师一向也最关心这个 其实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好几个地方 深圳也有 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问题是其他地方都是用一种比较宽松的 续齐的方法 好像不要 但是温州用了一个很厉害的 那个三分之一啊 就现在价值的三分之一 现在房价的 三分之一 现在房价的三分之一 应该不是房价 应该是地价 哎 这个事情 他还说有争议 就是说 呃 这个里边一下子就出现了法律上的矛盾 嗯 就是现在大家最害怕说 他们后会不会会定了这个物权法呢 这物权法一百多条第一款 说到这个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 叫自动续租 自动续期 在自动续期 对 有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呢 又有一个他们说啊 是个下位法 就物权法 是他的上位法 那是人大呃定的嘛 人大代表大会定的 但是常委会 也定了一个什么城市土地管理 什么什么法 嗯 那个法就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交这个土地 除让金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说深圳曾经有一个规定 是 百分之三十五 就是到期之后 交这个 这个叫做公告用途土地的 基准地价的 百分之三十五 是不是这样说 嗯 其实 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 自己的处理方法 你刚才说收的 收费很高 其实是已经打了折扣了嘛 收百分之三十五 应该是收百分之一百的 哇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呃 因为 其实 如果说强一点 就是 中国人本来没有这个土地使用权 用批租的方法去呃 定使用权的年限 中国人买了就是自己的嘛 概念上就是我买回来就是自己的 但是中国 开始商品房的时候呢 啊 很多一些土地使用的概念 我估计啊 是从香港学会去的 嗯 哦 对 你说土地使用权这个说法 嗯 七十年年限这个这个说法 啊 是从香港 内地从来没有的 呃 这个是英国人 他土地分开有两类 啊 一类他叫 啊 free hole 就是永久年齐的 就是永远是你的 对 另外一种呢 叫lease hole 就是租给你的 英国其实也是封建社会嘛 啊 他也是 啊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个土地都是 king 王帝的 香港以前叫 clam land clam就是 呃 这个王官 就是王社的土地 对 他吃风给你 他租给你 你为国家立了功 啊 他就 批一块土地给你 香港所有的土地都是批租的 有年限的 唯一有一块 就是在 花园道 这个 信约翰教堂 嗯 他是永久年齐的 中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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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永久年前的 在内地呢 为什么 你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原来以为香港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吗 就是香港买房子不是永远拥有 没有 都是批租的 但是后来他批租999年 最强的是 刚开始只是75年了 嗯 后来因为英国的殖民地很多 没有人去殖民啊 对 啊 他要叫人来香港 你什么都没有 当时香港 马路也没有 水塘也没有 好像太古 呃 现在太古城 以前是一个 船户嘛 啊 现在塞西吴是太古堂产的水库 他要来 自己要建马路 自己要建水库 做很大的投资才有效果嘛 对 你批他20年 他水库没建成就还给你了 所以没有人来 所以英国后来呢 就是批出来是999年 哇 999年等于人类的文明史的一半了嘛 哎 差不多 990人类文明史太短了吧 咱中华民族5000年了 但是西方人才2000多年 所以他是有年齐的强的999 最一点的就是75 还有呢就是75加24 就是现在的新界的就是75加24 就是99年嘛 那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只给70年呢 中国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呢 中国呢 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是社会主义嘛 普天之下莫非国土 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民土也好 国土也好 国家是代表人民拥有这些土地 所以土地是永远在国家手里 普通人呢 只是给你一个使用期 对 使用期到了 其实原来的想法 我相信刚定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给你70年 当时是一个常识 70年到期 如果英国人的原来的做法呢 70年到期呢 他可以连土地跟土地上的房子 一起收回来 如果政府觉得 收回来没有用 他就可以给原来的人技术 用下去 但是用下去呢 你还要补地价 你还要补地价 每年还要叫地珠 香港人对这个都是心知肚明 到时候也不会有意见吗 这几年 差不多又忘记了 97年之前呢 是这样的 到期要补地价 到期要补地价的 补地价呢 政府还允许 小业主分期付款 慢慢的付的 房子建筑费啊 他不算 因为这个是人家买回来的时候 是买的 但是土地呢 就要按照同样一块土地 如果是现在去盘卖 交标 能够卖多少钱 就要 这小业主去分摊了 简单的说是这样 香港人以前呢 他相信英国人 他那个999年吧 他一点都不担心 也有短的 97年以后呢 就相信共产党了 他说 2047年 对 因为香港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 任何的土地使用权 不管你过去是75年 999年都不管 50年 所以香港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 也不是这样 他现在只给50年的使用权 接线接以北 就逐期50年 不用补地价 只是每年要叫地税 但是原来英国人批的 他还承认的 999年的 还是999年的 特区也承认 特区政府承认 以前定下来的 现在还有些是99年 也有75加75的 那我想问一下 您也在这个内地卖房子吗 你觉得内地的老百姓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意识程度 能达到香港人这种程度 没有 其实我刚去内地 替开发商买房子的时候 我也问开发商 你这个批租是70年 我们卖房子的时候 要不要跟买家讲清楚 他说大家都不讲 你就不用讲了 我当时还觉得我有一定的责任 我是代理 我知道这个土地是70年的 那我跟一个买家也说了 这个土地是70年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到期之后 政府可以收回也可以 如果政府没有用给你用的话 你还要重新付费 就是付这个地价 那他什么反应 他的反应说 你乱讲啊 这个我买回来就是我的吗 你说要收回 我跟你拼命的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大部分人 后来卖房子的人都不讲 现在全国炸开锅的 就是这个拼命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百度 也应该找施先生指导工作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他有什么东西 徐老师 我记得你啊 一讲到这个东西啊 你就慷慨陈词 现在出现的这个新闻啊 你是什么动静 我觉得这个要非常小心处理 当然了能够这个自动续期啊 能够拿一大笔钱 对政府肯定是好的 从法理上也可以讲出很多道理 但在实际的实行当中啊 你设想现在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富了 但是大部分的财富都在房子上 而且他有这个房子 不代表他有这个钱 他已经尽全力把这个钱 都砸在这个上面了 你今天要他拿出这个 比方说家里这个房子 他买的时候是来 比方说好五十万 现在变到五百万了 你现在要他拿出这个房子的 三分之一 第一他是拿不出 你叫他拿出 他真的就给你拼命了 而且你这样的政策 到时候他就集体抵抗 还有一些方法 他可以转移下家 因为目前他们都说过了 有几种情况 假如说到期了 你要他交钱的话 不交怎么办 你不能把他赶出去 对不对 那到时候闹成很多群体事件 就是说什么 就你不交可以 但是你不能买卖 你将来买卖的时候 你这笔钱就要来交 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到时候出现什么情况 我就住着 我要买卖的时候 下家来付这笔钱 你明白吗 现在有很多 就跟我们那儿 那个交物业 这个好多家都不交物业费 就是等着那个将来 卖房子的时候 你帮我把这物业费交了 我个人在微博上 做了个小小调查 我问我的那个朋友们 现在假如交多少 你们假如你的房子到期了 你交多少 你是可以承担的 一般都说百分之一 就是说你有一千万的房子 你交十万 大家有有牙交了 你要交百分之五以上 你要交五十万一百万 就是刚才那个方法 如果真的要有年期的话 其实应该一早 政府就要提醒人民 本来你年期就要到的时候呢 你的房子的价格 应该是减低的 这个说法是 以前你都不管 我昨天才买回来 你说到期了 我是付全价买回来的 对对对 那怎么可以 你想想现在房价还在不断的升 理论上现在买的房子 比十年前买的房子 十年前买的房子 可以住六十多年 现在买的只能住五十多年 理论上是已经是降低了 可是房价升了那么多倍 而且现在有一个 人家买房子为投资的话 那二十年前买这个房子 是什么价钱 你照着现在的基准地价 假如收他三分之一 比他买回来的还要高啊 对 那怎么 我觉得就是 你看 我觉得我跟香港人还不同 你徐老师这调查 符合我的预期 我的预期就代表一部分 这个愚昧的民众 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 愚昧的人啊 像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啊 有时候也有一个愚昧的正义 模糊的正义 比如说我就一直觉得 恍恍惚惚觉得 哎 国家他绝对不敢收我的 你知道这种模糊的正义 我老觉得我买房子 国家是为人民的嘛 七十年 他敢收我钱 我就 我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因为人民嘛 你就是你刚才讲的 社会主义的思想啊 其实还是深入在我们心底的 我们总觉得 哎 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嘛 人民土地是人民的嘛 人民的你怎么好意思 这个吃占我这便宜呢 你我倒是哪有钱呢 我这七十年 什么七十年 我以为就是永远占有了 只不过到时候办个手续 或者就像你说的交个百分之一 大家意思意思得了 我想我这种观念是有代表性的 香港人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本来因为批出去的时间 不一样的话呢 到期的时候可以一块一块的土地去处理 好像现在尖沙嘴这个河内道 这个房子 他当时也是要补地价的 香港的补地价是比较公开公平公正的 所以政府鼓一个价 小市民觉得这个股价 鼓的不好的 不正确的 还可以找一个车量师也去鼓价 跟政府讨价还价 取得协议之后 才定下来的 1997年呢 就是有一大批土地同时到期 就是香港接线接以北 整个新界的土地到期 在97年之前已经有人说 到期怎么办 我当时有一个古迹 我说没问题的 当时还是七十年代 我说为什么没问题啊 因为太多了 不是一个单位到期吗 而是整批土地到期 政府也没有这么多的车量师 一块一块的去 重新定这个地价 而且呢 要跟这么多的香港群众 差不多香港有 一半人住在新界的嘛 所以他一定是用一个比较 一逼过的 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后来邓小平的做法呢 就是整个新界以北 全部逐期到2047年 就是50年 但是这段时间呢 不用补地价 但是还是要叫地租的 租金呢 就是按照你这个 菜箱骨折 这个菜箱骨折 大概就是等于 这个房子 一年可以收多少租 它的地租呢 就是按照你房子 收租的3% 就是你收的租金 3%要拿来 叫地租 哎呦 就所以我同意这个 施先生刚才说的 就说这个大陆的房子啊 随着临近年限呢 你应该逐年降价 对吧 因为你的年 你的期限都快到了嘛 但是为什么 当时没有降价 也没有政府 也没有人提醒人民 应该你看见人民犯错了 年期短了 你还去同样价钱买 你要告诉人民啊 你这样做 你还大力鼓吹去鼓存 至少某些地方政府 他希望人民犯错 人民要不犯错 他怎么能把钱 弄到自己手里呢 但是要是都犯错的话 最后他的钱也靠不住啊 我就觉得是 要是都是我这种 愚昧群众 所以我觉得 法不得重啊 我们将来的做法呢 会跟香港 新街以北的做法一样 就是到齐 全部 租租新的七十年 这七十年呢 是要叫地 租或者叫地税 或者叫大陆就有新的说法 叫房产税 房产税 但是房产税呢 就是这是你的财产 你要受税 但是如果是批租的 这个还不是你的财产 就是解决宪法问题了 香港呢 不是叫房产税 它叫地租 地租 土地的租金 因为这个租金是给你七十年 就是叫 每年要叫税嘛 那这个 叫这个租呢 每年是变的 因为这个 你的房子的租金上升 地的地租也上升 你说到底 它等于到时候要交多少呢 七十年到今 你甭管是地 涉也租 就是看你的租金 租的高不高 你的房子 租给人的租金上升了 你交的地租也要上升 它是每年 年去股值的 借你服不服 我觉得老百姓呢 都可以朦朦胧胧的相信社会主义 觉得传道桥头自会值 但是专家就忙活了 专家现在真的 我真的建议 那个阿发沟啊 来帮他们计算一下 有的一百种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它的后果 跟利益集团的关系 跟各家自己财产的关系 简单的说 就是三种 一种就是 七十年以后 没有一笔过的钱 但是你要付房产税 一个数量比较小 大家能够 每年 每年受 比方说你住了个 一千万的房子 到时候每个月 付一两千块钱的地租 那这种人家 受得了 第二种就是 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钱 再住七十年 第三种就是 像他们计划的那样 收他的价值的 百分之三十 人家一定抗议啊 因为你讲的是 那个时候的价值 那为什么是三十啊 现在温州就是三十 我说这个是 没有道理的吧 听说 温州就是三十 而且刚才 您讲了一条 非常重要 他们到底是 照你当年 七十年批租的 土地的价钱呢 还是指 七十年后 当时的房价呢 这个差别非常大的 要是照当时的 那个三十 也许大家也承受得了 哎 咱们去下广告 理论上是应该叫现在的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 我跟你拼啊 你看咱们这个 也来点小插曲啊 这个石先生 您是这个香港的 这个房地产哎 过去香港少数这个极端分子 这个仇视内地人的 老是说这个内地游客 当街打架 行为这个粗鲁 感觉好像香港人就多文明 但是最近我发现呢 我看到一些照片 香港的地产中介啊 那家伙气吞万里如虎啊 你瞧瞧这照片 就是哎 香港地产中介 这是文明的啊 这是在发这个单张 哎 有没有你们公司的 应该有啊 是吗 跪下来啊 跪下来 求哎 他怎么急成这样呢 你再看 你再看下边 这是可能是两家地产公司的中介吧 打当街 这就是香港人呢 打成这个样子 大家说你再看 这好家伙 这是感觉是 永春啊 永春 还还有一段视频 打起地铁里的员工呢 嗯 在地铁里打这个地铁职员 你看 是不是 全世界卖房子的都有土匪的潜质啊 应该说现在做房地产代理也不容易 难做 就是教头很小 我们现在从业员有排教的有三万多人 一个月的成交才两三千套 啊 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法开单嘛 他们就 所以 呃 一般来说 工资都是最低工资的水平 要靠做成生意 呃 加上开发商开盘的时候 总是说 你派多一些人来啊 为什么派这么小 其实他客户才 很少 很少 但是要我们派 几十人几百人去 那不是故意酿成群雾事件吗 他变成 呃 不但是房地产代理啊 有些银行 做按捷的 也抢得很厉害的啊 哎呦 真是 你你你算算这个 三五万的经济 每个月三千单生意 嗯 十个人只能做到一单生意 那另外九个人就拿最低工资 那不一定拼命 而且香港的地产的经济啊 精英啊 量才量女啊 啊他们都是都是 都是年纪太大又不行的 呃 当然我们作为管理人员呢 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对啊 怎么可以人家来打工是 呃 成打手了 呃 变成弄成这样的 呃 这当然呃 呃不是我们呃 呃做这个行业的人 若遇看到的 但是我要承认 现在因为竞争激励 呃 不断的出现这种情况 但这但这还是小事了 那个先生当初你们开始香港地产这个后来你看大陆受了这个影响啊 现在变成大陆的主要经济支柱啊 你觉得香港这种以地产支柱支撑经济的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对大陆 因为大陆现在越来越这个烟影啊越稀越大了 嗯 整个地方 其实呃 呃 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嗯 好 那优点呢就是呃 呃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中国还是很落后没有呃什么基本的产业 那最容易弄到钱的就是把土地卖掉等于英国人来了香港他什么没有就是卖地了 对 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啊来钱政府就是一卖地星期就好起来 老百姓也是一买房 缺点呢 缺点呢这个不是生产力的根本那么你要有呃人呃人民赚了钱才可以去改善生活